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国名茶黄山毛峰 遇到发展瓶颈 那我们也没办法 老百姓就是这样子 第一要收成 这个茶我不能要的 不好意思 咬出去对不起你 同样的茶叶 为何价格差距如此悬殊 我们那不是好价格 你们不是也是价格也上不去 你们看看 这个我们的新业 跟人家有计划生产的差多少 人家高两倍 高个十分之最好 茶叶不好没有呢 这茶比前几天差多了 差多了 嗯 以前我们草叶上市场 草卖得很 你看这个虫子 把叶都吃光了嘛 这个病床 病床还防止还是出了 有机肥也是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要用力 哎 秀琴 你怎么还在打农药 虫都吃完了 再不打 没用了 没有收成了 虫吃掉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呗 不打农药 农民也没收入 你看 茶树都给虫吃得这么样子的 你打农药生产出的茶也卖不掉 你卖了干嘛 自己擦 那没办法的 这个正在阻止农民打农药的人 叫姚舜吾 是安徽省黄山市 社县深渡镇 大茂社区的党总之书记 2021年 已经是他在社区 任书记的第19年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 老百姓就是这样子呗 第一 要收成 你收成有什么用 茶叶卖不掉你 还不是没收成 只有不打农药 不是化肥 用我们传统的叫来土草 来挖地 再用有机肥 这样生产之茶叶 才是叫有机茶 所以讲你打土草剂 用化肥 这个地力越来越薄 你就生产出的东西 你就越来越差了 所以你不用农药 用有机肥 最后这个地质好了 这个茶叶长势就忘了 它的产量不会降低 并且价格 市场价格好都好 安徽省黄山市社县 地处晚南山区 西北边是有着 天下第一起山之称的 黄山山脉 东南面的天幕 白济山脉 将这晚两省一分为二 西安江水域贯穿全线 人们都说 明山出明茶 全国明茶 黄山毛峰的主要产区之一 就是这里 多年前的毛峰 借助当地旅游业 宏极一时 然而近年来 消费者对茶叶的农产要求 越来越严格 茶叶市场的辉煌 不复存在 在以前我们会商出去的时候 经营的主要的产品就是茶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所以近些年 老百姓为了节约劳动成本 就用化肥和农药了 我们的茶叶就没有好的价格 市里面也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 那么就是走茶园绿色反空 和有机化生产这条路子 用粘虫板来粘这个病虫 来达到防止病虫害的目的 粘虫黄板 是一种物理防控的手段 需要把竹子修剪成细成条 并插在茶园里 然后将黄板固定在竹签上 以此防虫 2020年 姚舜武就开始在当地茶园 推广黄板 为了让更多村民意识到 有机茶园的发展前景 姚舜武决定 从已经参与黄板试点的 农户身上下功夫 皮袍长得怎么样 皮袍今天不学 今天冻掉了 冻掉了 是不多 你看都不多 今天是皮袍是经常的 农民这个生活都不好过 这个皮袍没有茶叶有 忘了找你就是茶叶的事情 找你的 茶叶你在什么事 现在搞这个茶园绿色防控 又开始了 这个去年搞了点四点 但今年呢 这个是要全面铺开 绿色防控不是机器你搞了吗 前面搞了四点 搞那么一点 现在全面铺开了 再来这个要用有机肥了 你不用化肥又不用农药 这个市场的价格 是我们的倍数 那个事情还也不是乱着 一啥子过来火的 你现在那家 要一步一步的来吧 大概你一啥子就不打垂涨机 那我地也没那个时间 第二个方面 你要是不啥这个化肥 能咋回也不多 有机会也没工程 另外一讲 这些是农药 去年你不是也擦了一些防满吗 还有许多虫子 都没有那个防满没有搞之好 不打的农药 这个茶叶肯定是减产的 这买份保险 假如说那一片地给虫子吃掉了 有赔产吗 是啊 去年我后边那一块地 不是找你找保险公司去看了吗 我防满都擦灭了 但是最后呢还是起了一个观港 所以它要全部擦才能够防得住 你一家擦没有 就是讲我们全程都要擦 你说呢 那是应该的 反正你这步怎么讲我们怎么做 反正总体来讲 你先一啥子就把这个事情搞好 有点困难的 我是讲要油脊肥呀 还有那个 要农药一点不打 肯定一啥子还不了那么多的虫 那是要全部都打 全部都不能打 那个你打一点点 也是有农药残留 你打的那一块 你最后那个茶叶摘下来 放到一锅里面去做 做出来不是就有农药残留了 农户虽然愿意扦插黄板 但却对黄板的防虫效果并不满意 为了确保茶叶的收成 杜绝农药和化肥 很难让农户在短时间内接受 这话这样子吧 这个也差不多搞好了 搞好了这个 就你等一下就回家吧 回家你再好好想一下 这个反正黄板也要过几天 这个事情得干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你给我讲了我知道就是了 好的好的 花点心思 把这项工作给干好 这样事情不干好我也学不懂 黄板试点的效果 在茶农看来并不好 反而让茶叶产量大幅下降 年龄较大的茶农 还没能意识到 有机茶叶的市场前景 姚舜吾决定 先找年轻人聊聊 小鹿 你在这场 姚舜机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王秋丽 王秋丽啊 王秋丽 你那个老公修车还可以吧 现在外面打工也就那样子嘛 还要出房租了什么的 因为我们这里要搞 这个仓黄板和 是有机匪咯 我看看你是不是什么想法 想法好的 仓黄板好的吧 好的 这个生长出的有机茶 就能卖好的价格 那好的品质肯定卖好的价格咯 黄板呢 这个千叉了也不难了 所以从飞上去就长到 也就把它给并虫去搞掉 就是那种灯光照射黄板 看着晚上的夜光 月亮的光线 就能够把那个 灶的这个黄板那个虫子 密着这个光就过来 所以这一块呢 这个不用农药了 这个茶叶 人家就能放心喝了 过几天 这个黄板就要来了 这个千叉有没有问题啊 你 千叉啊 现在放假不能管 我要带小孩 你要带小孩是吧 嗯 那放假放几天呢 三天 三天结束就 就小孩上学去就可以搞了 嗯 那好日子 应该也就过两天就 就黄板来了 那也差不多 嗯 但黄板要钱的 嗯 黄板要钱呢 它是四十块钱 这个一抹地的 这个黄板的费用 政府推行这项工作呢 三十块钱是财政书 自己拿十块钱 国家都补贴了 肯定运动 对吧 功夫大一点 产业卖的价格好一点 这个还是很可怕 三餐就 有点心 嗯 妈妈要干活的 知道吧 摘一个给我看看 你给我 哦 哎呦 哎呦 厉害厉害厉害 摘了一个下来了 妈妈拿这里哈 给妈妈卖钱 好不好 买好东西好不好 下一步这个化肥也不用了 会用有机肥 您怕怎么样 有机肥我家有 嗯 等一下哈 我直接跟你说 嗯 先弄个 今天书记来找我了 现在那个叫我们提倡 那个擦黄板了 嗯 不打农药 要下有机肥了 你到那里把那些肥料装回来呗 我家不是有啊 年轻每天啊 我换到这个这个地里来呗 我每天在这个采茶叶的 一天走讽下来 天已经黑了 可姚舜舞还没有要下班的意思 哎 婚礼 哎 在家了 哎 怎么回来 好多时间都没亮了 怎么回事 几天都不亮了 好几天了 那先去看看 看看怎么回事 哦 捏了 好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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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还好吧 现在捡一点 还好吃了 放吃没有 前两天跌了一下 去拉个手套 这个手套的肋骨就断了一个 哦 本身这个嘴骨就会好 现在肋骨又搞到一成了 给捏捏 像这个手套要这样的捏 这个福利要是有空的话 把它捏捏 但你自己呢 这个项目这一段 要捏得住来 你就也捏捏 让它捏捏好学 今天我来跟福利来讲 这个叫擦方法 这个茶叶力受反控的事情 我来跟他上赶一下怎么搞 现在的茶叶来 用这个化肥药 产量也不高 那个叶片也是薄薄的 对 这个以前我们记得 我们小时候摘茶叶 那个茶叶老厚的 那个叶片都老厚的 对 长得很壮 它那个一个叶子 长样一个茶叶 它做起来毁年都不一样 是啊 一个厚一个薄 那个毁年都不一样的 就这个黄板 这个试点搞了之后 应该讲效果还好 还不错的 那个黄板的那个橙啊 去年啊都长完了 杀虫剂不用 塑草剂不用 就没有农药残留 对对对 这样的茶叶了才品质才好 对对对 这个黄板呢过两天就到了 到时候呢大家去拧来 统一去擦 那好 你看怎么样 那两天的话 如果我修了的话 有问题的话 可能要突破开心的 突破开心的怎么办呢 哦 这倒是个问题 对对 这个这样子 这个黄板呢是统一签查的 才有效 对啊 这样子吧 这个假如说 秀拿 你要是真的需要它 那天要要要要伺候你 就让它在家里 我呢就叫隔壁地的人 帮助你一起查一下 如果的话 那天如果的话 查那天的话 如果的话 我抽得开心的话 我是一定要去的 真的抽不开心的 那续机器呢 你就先不发了 好 福利家 他确决是实 他的工作时间 受他这个妻子 秀拿 要复离的制约 那么这一块 我们也应该为他提供帮助的 所以他的思想非常通 认为这项工作 推行非常有价值 那么只要 这个我们的查农同意 我们能够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也是我们支部 应该做的事情 为了动员思想 还未转变过来的农户 第二天一早 姚顺武带着他们 赶往了当地的茶茶 好 到外面就说吧 好 一方是这样子 这个一个来过来看看 您的茶叶这个销售怎么样 你看我茶叶都没卖掉 好 你们这楼网上都说赚钱的呗 钱不赚我这么累不赚钱也不行呗 我为什么卖不到 品质不好 口感不好 刚才一个到家里面 茶叶的做工也好 干涂他都看得重 就是一怕口感 没谈好 现在人家都健康饮食 怕农药残留的呗 他们做茶几十年了都闻得出 香气闻得出来 我们是这样子认为 以前的茶叶是南瓜香 现在它都没那个香味 品质不好 我们卖不是好价格 里面不是也是价格也上不去 那是 我也是担心的就是产面的问题 茶叶不达能耀了 从人家期待啊 正常茶叶的目的是卖钱 卖钱才能改善生活 不要搞一定数量好 产量高也没有用 产量高品质下降价格低 你产量少 品质上来了 价格卖上去了 他们搞这个绿色环控的 你就给它好一点价格 鼓励他们 对 行 那下次我来卖给你的花 我操环盲 不打农药你 价钱比较好一点 那个茶叶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打农药不挖地的茶叶瘦 你一挖地茶叶茶根松了 然后九几肥一下 那个茶叶就粗壮 真的我看得出来 今天差的在100左右 只有100左右了 天叶在和多少了 20多了 你们看看 这个我们的新业 跟人家有计划生产的 差多少 人家高两倍 付出心血和劳动 却只能赚到 其他茶农的几分之一 这是姚舜武所不愿看到的 假如说我们的量大 你需要 我也可以跟市场上联系 也有老板我也有事 谢谢 谢谢 哎 余老板你好 你在哪里啊 有福晋 您好 今天我们黄山这边的茶叶呢 这个销售不太好 这个我们这么好的茶叶 这个老百姓呢 这个销售有点难 你看看能不能 这个过来看看 那我今早啊 拍个时间过来 好不好 好 那就明天见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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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余总 好好好 忙完工作 姚舜武要赶去镇上的诊所 接父亲回家 今天呢 这个就查阅 绿色防控这个事情呢 搞了一天 这个思想不同 搞了半天 这个搞来搞去 最后还把它搞到茶厂去 找双勉强同意 所以大家都天天 一定要拿个纳心的工作啊 好的 说得对的 2002年 姚舜武当选了村里的党总职书记 然而在这之前 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牙科医生 我的父亲呢 是个刺脚医生 毕业之后 就跟着我的父亲学医了 后面学了牙医 所以我跟父亲共同开了诊所 父亲给人看病 我给群众看牙齿 这个收入非常之不错 让我们有了这个挣钱的平台 也有了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平台 姚舜武和父亲 靠着这个牙科诊所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就成了当地的万元户 几年前 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姚舜武的妻子为了支持她的工作 一个人挑大梁 开启了农家乐 我不在的时候能炒多少菜 炒了几桌的菜 今天辛苦了 你今天做完联系了没有 没有 这个今天一天到晚都 工作代码 我跟你妈也想你 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自己要自己担心 懂事的儿子和善解人意的妻子 是姚舜武生活中坚强的后盾 可工作上的难题 就需要他自己来解决了 几天后 姚舜武一大早 就组织了几位农户 上山砍竹子 修竹签 为几天后沾黄板做准备 咱们砍大一点的竹子 等它去削竹签 这个削出来量大一点 好 就看看那几根吧 这几根都好嘞 那几根去把它砍下来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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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了 注意点 马上要走了 看看哪里有笋呢 我把哪个笋合家 马上可以去单狗烧 今天真是有收获 差不多了吧 好 行 好嘞 好嘞 福利家那块滴啊 等下我们去牵插的时候就帮他牵插一下 他老婆秀兰又跌了 好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吉祥筑 那就是咱们今天干得好 这个干出了好的灶头 咱们这几根猪子我搞出来 应该讲有五畝地可以炒了 社区干部起带头作用 乡里乡亲间互相加油骨劲 几天后的黄板扦插工作 进行的井然有序 一抹地占40片 那么就是间距4米 它的高度在这个茶壳顶上10公分 也就这么点距离 那个竹签子插下去之后呢 你就在这个距离给它绑上 然后上面的这个纸呢 要把它接掉 把它接掉 放起来 它可以高个10公分 就最好 这个放在这个袋子 等一下集中拿去处理 来 这里 这里 这里插鱼 来 这里插鱼 插出去 哎 哎 你来了 我来了 哦 好好好好 这个用这个粘葱板 把这个茶叶 这个茶树上的这个虫子就这样子把它粘到了 粘到上面去 嗯 这不是刚刚滴上去就两个虫子上去了吗 那你们现在都不用打药农药了吗 不打了 那就把这个农药残留这一块的问题解决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插鱼都在这个插好吗 然后这个茶就是我们射线的 啊 射线泡的被插 泡的被插过来 嗯 我们要尝一尝 这一瓶的茶 味道好的吗 嗯 味道好的 嗯 你看老板来 他就讲吧 这个不能不能打药药 也不能用化肥了 这个你们抓紧干 喂 这是什么 茶叶受购伤现场考察突然翻会 这个茶我不能要带来 不好意思 杨主席对不起 社区书记的有机茶能否顺利推广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姚舜吴以为茶叶收购商的这次参观一切顺利 却不曾想还是出了意外 这怎么回事 这里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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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出草机的袋子 这个茶我不能要带来 我不要了 不好意思 杨主席对不起你 这是个旧袋子啊 不是现在用的吧 不是经典的 是吧 对不对 这个袋子不是经典的 这个袋子也不能放在这个地里面 以前那个袋子也不经典的 那是忘记掉了 忘记掉了 一下子忙了 忘记掉了 没有那个 一分了解才发现 原来是误会一场 为了更好的将茶园有机化改造 推广下去 姚舜吴决定 让大家相互监督 这个我们不是讲这个黄板牵插 要奖励你们四十块钱一抹吗 大家要来干 还是大家要来监督 假如说水药是偷偷地用了农药 你们大家都来举报 你们举报一次 我们就奖励你们一次 好的 这样子呢 把大家的家多多多建筑到 让我们的这个产业老板呢也放心 安时去牵扎黄板的 又不用农药的信用户了 就给予一定的资金和物资的奖励 这个正是有这样的激励的措施 我们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十几年来 姚舜吴规范管理运输队 潭湖老旧楼房 修缮沟取水塘 引进特色庄园 将大茂社区管理经营的风生水旗 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事情 大茂社区茶产业的生态绿色发展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推行黄板 只是姚舜吴走出的第一步 未来还有第二步 第三步在等着他 他希望通过茶园的绿色生态改良 种出健康有机的黄山茅峰 让这里的农民们 搭载乡村旅游业新盛的顺风车 把茶叶卖到全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